现在咱们就来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style transfer的一个训练代码的工作 还是按照咱们之前一个老套路 咱们先把这个所需要的一些工具包给它导进来 就是要impart一下咱们比较常见的SYS还有这个OS 然后如果说大家需要debug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PDB这个库导进来 PDB这个库主要是用来帮咱们进行debug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代码逻辑 就是说在这里就是在咱们的一个主文件夹里边 我还有一个SRC文件夹 然后呢为了能用到这个SRC文件夹里边的一些工具 所以说我还要尽把这个SRC导进来 那么一会儿呢我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工具了 就跟咱们导进来那个卡费是一样的 就是SSPath 然后呢我这里边我insert一下 我insert一下就是把当前的这个SRC的文件夹里边东西都insert进来 那么一会儿呢我就能够去用这个东西了 还有啊比如说咱们一些常见的这个numpy啊 numpy然后snp numpy还有这个screepy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要借助这个screepy啊 帮咱们去读取一下这个图像数据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screepy模块下这个msc这个模块导进来 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模块对图像做一些处理的操作 那么之后啊咱们还有有一个迭代优化的一个函数 就是啊我所以说我把这个automizator这个一会儿呢也是咱们要去完成的一个代码先给它导进来 一会儿呢咱们就会用这个东西 from automizator 然后我把它呀一会儿要用到的这个函数导进来 一会儿呢咱们就用这个函数啊去进行一个迭代优化 然后呢为了方便啊咱们在一个命令行里进行解析 或者说在命令行里进行操作的时候 咱们不是要打上一些参数吗 为了打参数的方便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命令行解析的这个东西啊再给它导进来 我们把它的一个unpart的这个咱们的一个参数解析 是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导进来 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这个模块来帮咱们去定义一些参数 还有啊就是咱们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啊一会儿咱们都自己去写啊 从这个工具当中我们impart一下关于图像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咱们一会儿要写一个咱们导就是保存这个图片 然后呢还有把这个图片读进来 还有的就是一个exist的 一会儿咱们用到的时候啊还会大家一个一个去说啊 这个东西啊分别是做什么去用的 现在呢咱们先是啊把它导进来 fills那么这块这就是说啊 咱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咱们的啊需要哪些库 咱们先给它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啊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啊 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叫做啊 evaluate咱们还要进行一个评估的时候再用它 那么这几个啊就是咱们一会儿要用的一些库 虽然呢咱们有些函数啊现在是没有写 一会儿呢当咱们实际的用到的时候啊 咱们再一个一个的去说这样东西 下面啊咱们就要写一些参数 比如说在咱们的那个论文里是不是有很多 在定义损失函数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些loss的一个weight值啊 咱们需要把这个weight值啊先写出来 比如说就有这样一个啊这样的一个contentweight啊 还有这样一个styleweight啊 我们需要先把它进行一个处理化啊 有这样一个值我们就用科学技术法来表示了 还有这样一个styleweight分别来写一下 weighht这个styleweight让它稍微大一些吧 因为它是比较主要的 我们让它是1,2 然后呢还有一个tvweight啊 tvweight就是一个全变差的一个损失 全变差的意思啊就是说啊 我们是为了使得最终的图像看起来更真一些 所以说我引入了这样一个像 一会儿啊咱们写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咱们那个全变差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下面呢就是咱们在迭代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呃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个学习率啊 也啊咱们的一个learning rate learning rate呢我开始啊让它是小一些的 让它是1E的一个-3次me吧 咱们学习率通常情况下是调的小一些 为了使得呢咱们这个啊模型啊不至于棍尼壳 所以说学习率啊通常情况下咱们都是调的非常小的 然后呢eproach这个eproach啊就是说 咱们在进行迭代的时候 因为咱们是要先训练模型 然后再用这个模型嘛 所以说在迭代的时候啊 我需要指定一个eproach 因为咱们一会儿要用的数据啊是比较大的 大概有8万多张图像 所以说呢这个eproach啊大家不用写太大 两个eproach啊其实已经是足够了 下面呢就是说啊 当咱们进行迭代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保存这个checkpoint啊 我需要把这个checkpoint保存到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指定一个保存的路径啊 咱们的checkpoint的一个dir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它的dir如果说啊这个大家就自己指定吧 如果说不不指定的话 我们就在当前的一个路径 或者说你指定上一些路径啊都是可以的 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喜好来就可以了 嗯然后呢我们想一想就是说 还要有一个迭代次数吧 就是一个checkpoint的一个迭代次数 这个是ECK checkpoint我们还要进行一个iteration i-t-e-r-a-t-i-o-n 然后呢我现在让它暂时等于2000吧 一会儿如果说不改的话 嗯下面啊就是说啊 当咱们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我们现在要选出来一个 就是一个训练好的一个VGG模型啊 像咱们论文里说也是 所以说呢我还需要把这个VGG的模型 到时候打进去 现在呢我就需要把这个VGG的一个pass啊 给它写进来 这个pass呢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它让它是等于 当前路径下的一个data文件夹 data文件夹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我来看一下 就是给大家找一下 data文件夹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imagineNet 这样一个VGG的一个 19层的一个训练好的一个结构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 它就是啊 咱们一会儿要去用的这个网络 imagineNet ImagineNet VGG 然后这样一个verydeep 然后-19 然后它是一个.mat的结构啊 所以说一会儿呢 咱们还要从这个.mat的结构里边 把它的一些权重值给它读出来 然后呢还需要指定一个训练的文件夹 就是这样一个train的一个pass train的一个pass啊 我是放在这里 就是我们看当前的这里有一个train2014 这个啊就不在大家打开 现在咱们先不打一看了 因为里面有八万多张图啊 我这个笔记本性能比较低 看起来会比较卡 咱们先啊进行训练 然后最后啊 等咱们把代码写完之后 咱们再来看这个数据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train2014 train2014 那现在啊 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参数啊 还有只有一个batchsize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下 这样一个batchsize 这个batchsize啊 就是说咱们一次迭代的时候 要迭代多少张啊 这回咱们的batchsize啊 不用特别大 一次四张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还可以写这样一个device device里边呢 我们可以指定是用什么去进行训练的 如果说你是用GPU 那你就用GPU训练 如果说你是用CPU 那你就用CPU训练 你用什么训练啊 就把这个device写成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就要写这样一个min函数了 就是说 咱们要在min函数里啊 定义一些操作 这里呢 min函数里啊 我再调这样一个min 然后我写上这样一个min的函数 在这里啊 这个min函数啊 就是说上面我自定义的这个min函数 这个里面啊 就是咱们实际要执行的一个函数了 但是呢 在这个函数实际执行开始之前啊 我们需要先写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min函行解析那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写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啊 我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吧 咱们有这样两个函数 我先复制过来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个函数我现在复制过来 那么这几个函数啊 现在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们首先啊 去build一下咱们的一会儿要用的这些参数 比如说咱们在命令行里啊 就可以指定一个杠杠 这个point的一个dir啊 就说明一下 咱们这个checkpoint是在什么样位置 以及呢 咱们要输进来的是一张style的图片 因为一会儿啊 当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训练什么 我们是让这个网络模型 有一种风格的变换的形式吧 所以说 我需要找出来一种风格 让它去学习 那么你找什么样的风格呢 这个风格 它就是一张图像 比方说这个刚刚style啊 我们就可以指定一张风格的图像 让它进来学习 trimpath啊 咱们可以指定这样训练的数据在路径啊 刚刚test的 这些啊 咱们先用不上啊 咱们就不说这个test的 还有这个slow的东西了 这些咱们暂时啊 都用不上 比如说你也可以指定这样epoch啊 指定这样by size啊 指定这样vggpath啊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命令行的参数 然后杠杠来进行一个指定的 那通过这种指定方式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方式啊 我们就可以 就是说在命令行里啊 我们调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啊 咱们就不用手动的去指定一些参数啊 直接拿命令行里 一打这个命令啊 它就可以帮咱们执行出来这样一个操作了 然后下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一个check 这个check option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去检查一下 咱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命令 比如说我在执行的时候 肯定是我要进来输一些 输进来一些参数吧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eglibs里边 我们是在这块输了一些参数 是在这块我输进来了一些参数吧 那输件参数的时候呢 我希望啊 我希望啊咱们的程序先检查一下 它参数里啊 一些必要条件是有没有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check point的 那可能会报约错 如果说没指定style 那肯定也会报错 没有train pass 这个东西也玩不成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check options里边 我们就要先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色特一下 咱们的一个需要的一些参数值啊 都是指定好了 确保咱们程序啊 是没有问题 然后再去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上面呢 就是咱们去啊 咱们可以把这些参数啊 指定成一种可以用命令行 定用的格式 下面呢 就是说 我去检查一下 现在我所需要的这些参数啊 都有没有给指定 这些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写的这些参数 咱们刚才啊 都是指定出来了 然后呢 当大家实际的在用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就是我这个运势之用配置里边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指定什么 我们啊 这个 我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文件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指定一下 就是你把checkpoint要存在什么样的路径 以及呢 你要学习一种风格 你需要把这个风格给它指定出来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指定这样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一个是 咱们的模型保存的路径 另外一个就是 这样一个style图片啊 它要给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写这个命函数了 在命函数里呢 首先啊 我们是刚才build了一下 我们就看我们看在这里啊 首先是build了一下咱们这些参数吧 所以说 咱们这里先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实力化出来 就是 我们先写这样一个pressor pressor就等于咱们的一个build 等于咱们刚才的这个build 然后我再把它复制过来 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用这些参数来进行 一种命令行列调用了 然后呢 我还需要把这个options啊 再给它拿出来 options 让它等于这个pressor啊 我让它去直接的解析一下 press一下咱们的这些参数 args 好 那么下一步啊 就是说啊 我要进行一个检查了 咱们刚才不是说 我检查这些options吗 所以说啊 我把这个函数再过来 看一下咱们现在啊 调用的这个这些参数啊 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它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可以来继续的 我就可以继续的去做 咱们的一个命还处理的东西了 那么第一步啊 我需要把这个style给它拿出来 就是咱们的style 需要指定的是一张图像 所以说呢 我们style它的一个 有一个目标 就是咱们要读取来的这个图像 读语图像啊 我给它写成一个工具 叫做getImagine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是把它的一个路径拿出来 options 就是咱们刚才指定的这些参数 在这个options里边啊 我们看它是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style 我们来找一下 在哪呢 我往上啊 在这呢 叫style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style的路径吧 所以说啊 我把它的一个路径拿出来 就是options的 它的一个style s-t-y-l-e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就要写这样一个 getImagine的一个工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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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